近一段时间 死亡成了功夫皇帝 李连杰绕不开的话题 前段时间 李连杰被传已经去世 很多网友信以为真 还在网上发文悼念 然而这是一个谣言 先是向太在网上发文 替李连杰辟谣 他晒出多张谣言截图 并配文 李连杰 你到底死了多少回 又传你走了 今早你还和我请安了 之后在参加某个活动时 一开场 李连杰就幽默地说 早上好 我还没死 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 李连杰亲自回应了死亡传闻 到了近日 李连杰又因为与死亡相关的问题 登上了热搜 引发网友热议 这次李连杰引发关注 与他的一次媒体采访有关 同为世界级巨星 中国功夫明星之光 成龙和甄子丹 时不时还会出现在影视圈一线 参与目前和幕后工作 而李连杰 却早已淡出我们事业许久 尤其是在坦言自己身换假看后 伴随着一些李连杰本人憔悴 虚弱的照片流出 有关起病重 死亡的传言愈演愈烈 各种揣测达到了极致 如今李连杰去哪了 李连杰还好吗 李连杰如今在干什么 成为提起李连杰 就必定会出现的话题 不只是影迷朋友 吃瓜群众和广大陆人同样好奇 我们还能在大荧幕上 看见他干净利落地打戏吗 李连杰最近一次的作品上映 还是2020年的花木兰 然而实际上 早在2018年11月底 花木兰的全部戏份均已拍摄完毕 这样一算 李连杰已经整整五年 未参与任何影视创作 而从当时的宣传照中也可看出 李连杰面形浮肿 发胖明显 神态比较疲倦和憔悴 看起来确实不负当年的挺拔和英气 被人谣传病危 也不算空穴来风 最近 为了宣传新书超越生死 李连杰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谈及了死亡的话题 李连杰说今年60岁的他 面对死亡已经非常淡然 他还说他早已交代了妻子立志 如何处理自己的后事 他对立志说 自己的后事一切从简 不用立碑 也不用办丧事 树葬和海葬都无所谓 其实李连杰能够如此看淡生死 除了对佛法的修行之外 他的个人经历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1992年 李连杰的第二任经纪人蔡子明 被杀手当街连开九枪神王 事后媒体普遍认为 是因为蔡子明为了维护李连杰的经济利益 而被黑帮寻仇所致 2004年 印度洋大地震引发海啸 当时李连杰和妻子立志 以及两个女儿也正在马尔大夫度假 海啸突然起来 一家人紧急逃生 但巨浪将保姆和小女儿冲走 索性最后几名酒店工作人员 及时将他们救起 这场海啸波及南亚 东南亚 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造成了近23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而李连杰一家人的幸运逃生 更加改变了李连杰对于生命无常的认识 2005年 李连杰在拍摄电影《霍原甲》时 从4米高台掉落 其实当时他已经被摔伤了心肺 但他身体反应不大 就并没有在意 一段时间后 李连杰去高原拍戏高反又引发了摔伤的后遗症 他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痛 紧接着浑身无力 连呼吸都感觉困难 最终 经过及时抢救李连杰终于摆脱了生命危险 是他回忆说 当时我愿意花一百万 就为了那个十块钱的养诊 另外 李连杰的小女儿在七岁时还患上了抑郁症 在13岁时最为严重 李连杰回忆说 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 担心女儿会随时失去理智 而在节目中 李连杰还透露了自己因为追求肌肉过度训练而突发疾病的故事 当时主持人问李连杰 是否有六块腹肌 李连杰透露自己曾因为要练出强壮的肌肉 练到几乎没有体脂肪 结果没想到元气大伤 拍戏时在镜头前展示胸肌后 就一口气缓不过来直接昏倒 吓得他再也不追求六块鸡 李连杰说 后来终于把脉说我元气大伤 可见这方法不适合所有的人 所以我从此后再也不敢了 李连杰还说 现在六十岁的自己 不但没有六块腹肌 还有了小肚子 一系列的遭遇 让李连杰对生命 苦难 死亡的感触和理解更加深刻 所以 李连杰比其他人更加能够看淡生死 也就不难理解了 很多网友这才明白 他为什么要交代后世的问题了 应该是担心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离开 想提前把事情说清楚 也有网友猜测 不会是病情严重了吧 看他现在的状态 确实说不出的感觉 才六十岁却老得太快了 值得庆幸的是 这么多年立志和女儿们 一直陪他定居国外 一家人过着温馨的生活 他走到哪里 都会把女儿带在身边 虽然晚年处于半退休状态 但李连杰凭借年轻时打平下的财富 足以保障全家人的物质生活 李连杰曾被伯纳老总于东评价 是中国最贵的男演员 巅峰时期他的片酬高达一亿元 不仅在国内 他在好莱坞的身价也是上亿元 外界传闻 李连杰的身价高达数十亿 光是他在新加坡就买了两套豪宅 一套四千万 一套价值上亿元 还有就是大家熟知的 他在上海有一套别墅豪宅 光是地皮就值两亿元 同时李连杰也是宠妻狂母 他早年就透露过自己把所有财产交给了妻子励志管理 不过别看 李连杰对妻子励志这样 但在情感上 李连杰这些年却一直饱受诟病 这里不得不说一说 李连杰的两段感情 众所周知 李连杰的第一任妻子 是其师姐黄秋燕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让人难忘的恋情 那时候的李连杰 和黄秋燕一起练舞 相处的时间比较长 难免日久生情 在李连杰拍戏期间 有时候受伤 也是黄秋燕照顾 这种情况之下 走进婚姻的殿堂 产生情愫也在情理当中 在李连杰成名之后 还为黄秋燕争取过出演电影的机会 只是 大概连李连杰也弄不明白的事 有些感情 到了一定的时间里 也会渐渐变淡 直到那个人出现在生命中 他才发现 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女人就是李连 李连杰的美 在香港是人尽皆知的 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万种风情 连作家倪匡都说 李连杰是50年难得一遇的美人 按照香港选美冠军的套路 大多数美人 最后都会进入演艺圈 李连杰也不例外 只是 遗憾的是 那时候的李连杰 在香港演艺圈只能出演花瓶一类的角色 关于李连杰的流言 当时也是满天飞 让李连杰头疼不已 缘分这东西也是奇妙 1989年 李连杰邂逅了正在拍摄《龙在天涯》的李连杰 也正是这次邂逅 让李连杰彻底沦陷 不久之后 李连杰便和杰发妻子黄秋燕离婚 净身出户 在他看来 李连杰是自己的真爱 为了这个女人 愿意付出一切 乃至于生命 不顾一切真意和漫马 走进了李连杰的世界 他确实也足够勇敢 足够有担当 倾其所有 去宠逆李连杰 李连杰欠债 他便拍戏为李连杰还钱 李连杰爱吃醋 他便减少和女演员的接触 尽量避免发生绯闻 结婚之后 为了让李连杰安心生产 甚至推掉了《卧虎藏龙》的片约 而李连杰在结婚之后 也全心全意将心放在了小家庭上 再也不涉足演艺圈 在家相扶教子 愿得一心人 白手不分离 大概就是这种小美好吧 在婚姻上看得通透 在未来上面 其实李连杰也看得很通透 常年的五大戏份 早已过早透支了李连杰的健康 在圈内 像李连杰一样经常受伤的 并不在少数 像成龙大哥 就因为拍戏而经常受伤住院 每当此时 成龙大哥就会想到 为自己找一个接班人 然而 李连杰却比较通透 在被问到是否会找接班人时 淡然一笑 坦然表示自己并不需要接班人 一个人在历史几千年的长河里 算哪个聪啊 连皇帝的名字都记不住 更别说科学家 军事家了 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时代里 特殊的公众人物被人关注而已 不拍戏的时间里 李连杰更多的是将精力投放到家庭上 关注两个女儿的成长 林家有女初长成 如今 两个女儿也越发出众了 事业有成 儿女已经成人 还如此优秀 作为父亲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人生如梦 生死随缘 大概 学佛之后的李连杰 会更加明白这些道理吧 如今 李连杰因为年龄原因 和身体健康原因 几乎不再拍戏 在最近十年 她只出演了二部电影 一部是《风神传奇》 一部是《花木兰》 出演《风神传奇》 是因为这是向太投资捧儿子的电影 出演《花木兰》 则是因为女儿建议她接演 而在不拍戏的日子里 李连杰主要治病 修行 做公益 陪伴妻子和女儿 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值得一提的是 李连杰和黄秋燕 都已经放下了过往 黄秋燕在婚时 李连杰还送去了李京 纵观李连杰已有的60年人生 因为电影 她备受赞誉 名满天下 因为感情问题 她也曾遭人唾骂 但这就是人生 喜怒哀乐 什么都有 如今的她 将过往荣耀和生死看透 不得不说人生 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作为旁观者 笔者祝福她身体健康 将接下来的人生 过得更加幸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